匯率下载部分的话 我们已经把它改成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换成这边module 叫做外汇参考匯率查询 所以这边我干脆有下面再增加一个按钮 这个直接指它 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按钮 然后我们可以针对我想要查询的范围 比如说2022年的1月1号 然后到一整年12月31号 然后按确定这边应该会更新 你会发现它一样 之前只能抓开放资料就两个月 现在的话就会全部把你想要抓的范围给抓出来 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要分析一个很简单 比如说美元好了 你会发现美元2022年的话 它最低到再多低 我刚刚有提到 因为现在大概是30点多 最高的话应该是32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看看美元折现组 你会发现最低的话应该是27.6 然后大概在快要到年尾的时候突然爆充 到多少到那个2028的吧 然后你会发现如果假设我再去下载那个 就是2023年的2023年的那个1月好了 1月1号 然后到2023的今年的现在是5月31 所以到5月3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汇率走势 OK那把它清掉 那你会发现如果有图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方便 可以按一下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呈现什么 呈现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最高涨到大概30点几啦 我没有到30 我记错了 OK 然后 它又跌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又跌一波了 有没有 到29 那最近又上涨了 所以其实 但你如果长期来看的话 其实应该还是可以看到 理论历史资料 我记得应该最高 其实有到32 OK 所以这个区间 当然你逢低买逢高卖 当然是一个基本的准则 只是说如果你要怎么知道 一堆数字里面 如何可以把它很快速的诠释 你如果没有画图 说真的不对 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好像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它资料只画到这边 2月而已 还有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什么地方要注意 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 设计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Source Data里面 有个地方可能一定要改 如果没改到的话 那就会发生什么错误呢 它只会装到34而已 因为我之前好像我们之前是 Range好像到34 可是问题不对啊 Ctrl向下 它到94 这么多底下都没有 难怪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我一直记 难道我记错 那怎么办呢 记得一定要向下追踪 那怎么向下追踪 Ctrl向下 这个我跟各位讲过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建议这一定要记下来 因为未来 这个34一定是变动了 这两个 有没有这个跟这个 A就是日期嘛 B的话是 那个应该是它的汇率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加一个R R等于什么呢 向下追踪的结果 R等于Range 我要从Range A1那个储存格 帮我向下追踪 这个我是建议 这个可以把它稍微记一下 最好是能够背起来还是最好 OK 如果不能背的话 至少你要把它放在你找到的地方 And And的话就Ctrl 有点像Ctrl向哪个方向 Ctrl向下 And刮弧 Axel down 后刮弧 加一个取得它的列在哪里 有点像Ctrl向下 得到的那个列的位置 好 那我们把这个位置 取得就有点像Ctrl向下 94嘛 它得到的是94 这个放在Row里面 然后我把这个94呢 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跟这个 那因为呢 A34的地方它在中间 所以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 把它放在R里面 R就串在中间的意思 And前后加空白 OK 就串一个R在这边 那这个34因为右边就是一个 结束的一个双引号 所以我是建议直接把34选起来 移到双引号外面 空白And 空白R就可以了 因为它已经是在最右边的 所以不需要再串到中间 刚刚那个方法是串在中间 可是如果你的右边 已经是双引号的话 那建议你就直接And R这样就OK了 好 所以其他也要比照办理 所以刚刚我们写过的程式 只要看到34 这两个一样要做一样 所以这一行蛮重要 你可以把它复制 像我们刚刚有个全部折线图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 把它贴上 然后底下的话 这一个跟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跟这一个 都要变成R 那双引号的方式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一样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加一个R 然后And前后加空白 那这一边这个的话 直接把它改成R就可以了 AndR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串在右边就可以了 上面下面比照办理 所以下面的34 你一样可以把双引号 到双引号复制 把它贴到这个34 盖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样它就串一个R 那这边一样 只要加一个R 就OK了 所以试试看 所以刚刚得到的结果 应该会有误 记得要向下追踪 如果没追踪的话 得到的那个折线图 难怪我觉得怪怪的 OK 有没有 这时候你会发现 对有到31 所以刚刚的那个汇率 假如是2022的话 我印象中这个波动真的还蛮大的 2022年的1月1号 然后到多少呢 2022的12月31的话 OK 那一整年你会发现它抓比较久 那它的 所以去年的那个汇率波动真的还蛮大的 把它删掉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美元折线图 有没有 它最高 哇 有没有 从27.6.5 一直往上攀升 所以呢 2022年一整年 基本上那个汇率真的是差太多了 到32 所以如果你假设 那你大概就赚了快20%的一个汇率的汇差 OK 所以其实这真声音 但前提是你要能够看得准 不过如果你只是 避免说你的那个汇差差太多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不无小谷 其他的话当然人民币 日币也是比照办理 OK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 再加一个那个向下追踪的部分 这个可能自己加一下 那其他的话当然 我们还可以把它改成 全部折线图2的话是两个 然后如果它三个的话 那可以把它改成 有没有 三个 三个也比照办理 至于怎么做 自己想想看好了 规则是一样的 反正宽度就变成三个栏位 放得下为原则 四个可以 四个也可以 另外的话 甚至你可以再插入一个新的图表 然后你可以把它改成叫跨工作表 把它画到这边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没有问题 OK 我是希望说你那个期末报告里面 多一些这些像这种 把数据取得之后 做一个视觉化呈现的一个列席 OK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如果有图太方便了 像现在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一个公司你怎么治理 最简单 每天都看这个就好了 至少你帮我把全公司的所有的财报 人啊 市啊 资源啊 还有进的货啊 还有等等的 你都让我看到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视觉化的 我就一看就知道了嘛 哪变多哪变少 还不是 管理马上就可以很容易 但问题前提 你要把所有的数据做管理 然后把它视觉化这件事 那就轻松了 所以你要治理喔 不管是一个公司也好 或者甚至啦 你将来你要管理你自己的钱包也是一样 你就把你所有的输入输出 把它记录下来 绘制成图表 你大概就知道 你最近是多花了还少花了 有没有 还有像等等啦 像我们家电费会都会比照办 像电费有没有 像APP都有啦 它会把你历年来的那个电费 甚至会做统计图表出来 我觉得相当方便 一看就知道说 最近你们家的电费是不是变多还变少 那诸如此类 太多地方都可以应用了 那试试看好了 那因为今天的话呢 等于是实际上上课的最后一次啦 所以这个后面的练习 我就 我都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你们自己下去找一下 等于是说呢 我刚刚重点就改了 第一个增加向下追踪的部分 这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追踪 得到的结果会是有问题的 第二的话呢 折线图3 自己再做一下 还有呢 跨工作表的这个画图 也可以做 其实说真的啦 如果你这个跨工作表OK的话 甚至说真的 现在有个软件叫Power BI Power BI如果不会用的话也没关系 这个都比Power BI更有弹性 而且更Power了 因为Power BI里面不能写程式 它没有办法写VBA 没有程式地方可以写 它只有一个公式下DAX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麻烦 跟Essail 我觉得还是差蛮多的 至少Essail的VBA 它可以相对客制化很多 比如说你想要前面有资料 后面可以呈现结果的话 就会相对容易 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会发现 如果图表通通都呈现出来的话 那真的是要管理一个 不管是一个资源也好 其实都会非常的便利 OK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刚刚讲的部分 试着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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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